本期是就是在莫克斯的任務 我們在大同 常語語詩越精靈學生裡面 開了這門茶系設計的課 那針對摩克斯這樣子的一個 教學方案 其實我們是最想要利用 在台灣現在的最顯性的文化 就是茶藝文化 要來結合華人文化裡面的幾個元素 包括書法 水墨 花藝 让它形成是一个多元的文化 所以它的最重点核心价值是在查译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跨界的结合跟整合 让它形成是一个在全球学习文化过程中 大家可以同时利用一个常文化 而能够同时吸收到整个华人文化的精髓 跟它的美学 还有它的哲学思想 所以我希望这样的英文科的设计 可以同时间了解 影响到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个隐藏文化 那同时间又可以注入更多元的美学观点 那我们更希望它能够形作成了学校的品牌特色 更也能够成为台湾在财务化发展过程中的 一个最高的指标 和它的一个高度的向往 那更希望我们透过查译文化 那真正让全球的人都可以了解到 台湾的软实力跟台湾的一个辨识度 以及我们在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这门课呢 虽然称为是一个茶席的设计 那茶席设计它是一个形式 但是我们很希望分成三个方向来学习 第一个就是透过茶席设计上的气用的搭配 让学生们感受到这些气与气之间的 不管是它的比例啊造型啊或者是它的用色 这些美感的一个学习的方向 所以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茶席美学 带领学生学到一个美学的提升 那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个茶席的铺陈 让我们在泡茶的时候能够更精准的 而且更恰当的把茶汤表现出来 那第三个是希望能够让学生在这门课里面 能够更多元更跨界的去学习到 海洋茶友素养的一个方向 比方说透过书法的学习 那他们可以了解这个浓淡之间 书写的时候的一个静心 那透过水墨的学习 他们也可以更精准的看到 这个水墨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美感 那花艺的插座可以看到一个自然的美学 所以我们更希望是桃檐 透过茶席的学习 其实有桃檐茶人的一个涵养 所以一方面是学会设计布置 一方面是让自己泡茶的衣轨更丑容 第三个是成为一个茶人的 应该有的文化涵养的提升跟培养 因此,请不吝点赞 Ramadan